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Lulu老师 前阵子接了一个很有趣的学生 他学除毛是为了省钱 有多省呢? 他每次帮自己除私秘书省了2500元 又帮男友除私秘书又再省2500元 最后连闺蜜的意下也省了下来呢 这样听起来学除毛好赚喔 整个回本欸 嗯 其实也不是每个专业 都可以坐在自己身上赚回本啦 对欸 现在是李医师没有办法帮自己化妆 剪谷师也没有办法帮自己剪谷 他们真的是亏大了欸 What the fuck 老师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帮自己除毛的 还记得第一次自己帮自己除私秘书的时候 虾辣真的很豪迈 但是要去除蜡跟毛发的时候 真的需要很大的决心跟勇气 不能犹豫 就是要一次去除 第一次自己除毛的时候 眼泪当然要自己擦拭 但是抓到诀窍后 毛发也不那么多了 自己帮自己除毛就越来越上手 自我哭泣的次数就减少许多咯 只要把握几个要点 就可以轻松帮自己除毛咯 首先平躺在床上后美容床上 并将除毛工具放在顺畅取蜡的位置 梳理毛流 适当的温度取蜡 小局部的顺毛上蜡再逆毛去除 因为是自己除自己的私密处 无法看见整体的位置方式 所以呢除毛过程都需要用触摸的方式 确认上蜡的状况 最后完成时再次的用触摸的方式 检查是否去除干净 特别要注意的小细节就是 小面积的抹蜡 并且顺毛流下蜡 再来就是绷紧皮肤 腻毛流的去除毛发 最重要的就是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要相信自己 确实学习热辣除毛后 可以自己帮自己除毛 省下除毛的费用哦 也可以在空余的时间为他人服务 并且增加一份收入呢 现在当女人真的太难了 如果大家对热辣除毛 有想要知道的知识 都欢迎留言给陆老师 有机会可以再拍影片 跟大家做分享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想要体验顶级热辣除毛 或是学习除毛技术创业 都可以参考影片下方资讯栏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哦 拜拜